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急剧升温 快篩世纪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委托 伊甸基金会经营管理的 基隆市身心障碍福利服务中心 因此求助基隆市议员宋伟丽帮忙 我的量真的也很大 因为一进来的话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们有护理师 他们会在前面帮我们全部都塞了 没问题来进去 但我们在三天就要塞一次 三天就要塞一次 所以我们那个量是真的没有要大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说 其实这阵子已经买了非常多的快篩季 但是我们也是想帮设法看 能不能就说怎么样的方式 我可以多一点快篩季 可是好像资源也有点有限 现在政策不明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 谢谢理事长 谢谢议员 还有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 真的是谢谢 得知消息的市议员宋伟丽特利杰和伟军落势关怀协会捐赠三万元现款即刻支援 也让身心障碍中心很感兴 他是最有底气的理事长 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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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人员呐呐是很好 跟他讲说 应该的 赶快我们赶快来办 没有 我们聊聊委军的大家 所有的理监事 大家都乐于 对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 因为其实连续很多年啊 就是那个委军协会嘛 对对对 真的是捐给我们中心很多 对啊 我们还有医疗的一些 医务医疗的 对对对 医务照顾很多的东西 对对对应该的 应该的 因为中心照顾的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就是他们的身体确实是比较有的 身心障碍中心表示 中心住民有114人 服务人员也有60几位 每三天就得全部快筛一次 快筛季的用量惊人 因此非常感谢 委军弱势关怀协会的爱心帮忙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